你不是有跟樹講話過嗎 你怎麼知道 那樹說什麼 他會在你需要的時候 給你需要的語言 會真的講一整句完整的 就是比較有靈性的樹 耶 歡迎收看波波陪審團 男女關係不腦殘 那我們先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 柯柯 大家好 我是柯柯 柯柯柯 好熱啊 原人式叫囂 我叫做柯柯柯 木可柯同心未名的柯柯柯柯 我最近發行我的新專輯 畫畫畫圖的畫對畫的畫 拜託大家支持 耶 好可愛喔 這是什麼可愛的聲音 第一題 第一小姐算是小有名氣的公眾人物 有個交往幾年的圈外男友 但面對螢光幕的時候 總是得說自己是單身 跟男友出去也要很低調 總覺得很對不起男友 有想過公開戀情 但很怕男友會遭受一些攻擊 或是其他的因素 所以他非常的猶豫 請問一下陪審團 你們能接受跟公眾人物交往嗎 3 2 1 請舉牌 你們兩個都可以 你們兩個都覺得不行 那我們交往嗎 你們目前都有過公眾人物的經驗 等一下你們的來啦那個 很方便 因為我覺得就是 因為是公眾人物的關係 所以等於說 不管我做什麼 我都要很擔心 會不會被發洩 壓力很大 然後又很怕被算命攻擊 其實我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公眾人物 也不會看上我 你跟我那樣看 你公眾人物有很多分級啊 是不是諧星看上你啊 你那樣有那個味道嗎 沒有 有時候感情就很難說的 是一個你的個人特質 他有時候他缺的就是那一塊 缺的 他可能過習慣了 就是那種繁華的時候 他想要一個很樸實啊 我怕你掰啊 很正 有點難啊 我覺得還是可以交往的 畢竟愛最大 就沒有什麼身分的關係 假如你跟一個超有名的人交往 被粉絲看到你就被攻擊啊 我會保護他 就我會走在路上就是比較遠一點 我覺得跟公眾人物交往 我個人啊 我覺得 畢竟已經成名多年了啦 所以說 他剛剛說他不知道你是誰 哈哈哈哈 我是首安 我是替代一訓練班 第十二分隊區內長 陳首恩 其實我一直都有交往的對象 那其實對我交往對象來說 他們其實都非常痛苦 因為我要有名又沒有很有名 要完全不是又不又沒有 嗯 有時候還是那個認出 所以他們覺得 好像得到的面子又不夠多 我剛才跟女朋友交往 我當他們表演的時候 他會在一個很遠的角落 我要離開的時候 他也都是跟我的哥哥大概50公尺 我會覺得 喔這樣好像有點 對不起他 可是我後來換位思考下去 如果我女朋友是王俊瑩 對不對 那我願不願意在他後面50公尺走 願意 王俊瑩表示問號 跟公眾人物在一起 他們的積極進取可以幫助我 你說你本人的心徒嗎 沒有幫心徒 可以幫助你的心徒 公眾人物 他們之所以成為公眾人物 我覺得 大部分他們是有 常連人所沒有的努力 每天的時間規劃 跟他們自律度 我覺得跟這樣在一起其實是 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 沒錯 我自己會想要追上他 對但你剛剛講的那個很有感 就是譬如說演唱會 然後另外一班會 距離超級超級遠的 那你不覺得 就是這種愛很偉大嗎 我這樣為他等待 就是也是他保持距離 對不對 背後之處 可是我說實話 我覺得對舞台上表演那個來說 看到你在遠遠 會有這種安心的感覺 會有感覺很感動 我覺得是跟公眾人物交往 然後去經營感情 會遇到磨難 比較多 通常一般人 我們可能沒有這種覺悟去 克服這些難關吧 我會覺得我好像可以接受耶 就雖然會比較累 就像那個啊 周杰倫那個倒帶的MV 我不配嗎 欸好像是 我不配 對就是那個MV那種感覺 就會有很多委屈啊 你可能要自己長 可是我就覺得說 你要想想 他現在變成周杰倫 假如你那時候陪他那個經歷過 然後你現在就是 昆琳那個位置 那像他們剛剛說的那些 要承受的那些痛苦什麼的 你覺得你都可以接受 反正遇到對的人很重要 如果這個公眾人物 剛好是你們的對的人的話 你們難道會 因為這個身分的放棄嗎 可是如果就是被公開的時候 那些粉絲都說 憑什麼你那麼醜憑什麼 可是他如果就一直跟我說 你就是我的小寶貝 我是最愛你的這樣 所以你崩開了嗎 沒有開玩笑 講啦 講啦 誰啦 我就哪一個偶像交往 會好想知道 我會堅持下去的 你是那種愛到卡三十那種 就是你遇到對的人 就會義無反顧 好像是會這樣耶 照感覺為主 喜歡就喜歡了 你自己人現在開始發抖 他真的會乖乖聽話嗎 等一下就跟守恩去約會了 他你可以嗎 剛才的問題 本來對你很有信心 你可能要一起去爬一個山 然後跟你動一下 所以你喜歡爬山的 感覺一下默契 這剛才我都蠻熟的 哪裡這附近沒有山 那你又有嗎 別是我游泳教練黃帽 真的假的 假的 假的 那綠帽有嗎 我當兵進去 紅兩個月之後 他就給我一個簡訊就是 我覺得我們在一起很開心 我有一個好的故事 這題的結論就是呢 如果真的要跟公眾人物交往 要做足覺悟 而且要有一顆就是 為愛奔死的心 第二題 薛小姐的男友最近要到國外念書兩年左右 薛小姐因此提出分手 不希望自己在這裡沒有依靠 男友卻認為遠距離沒有問題 想繼續跟薛小姐走下去 請問陪審團 另一半要出國兩年 應該選擇分手嗎 一二三 請舉牌 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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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分手 好 為什麼要分手啊 我覺得兩個月就這樣太久了 我覺得兩個月的話搞不好還OK 兩個月沒有什麼搞不好 兩個月當然繼續在一起跟他分手 交男朋友就是有個人可以依賴 他是遠距離然後在國外 那這樣的話我生病的話 就是我也沒辦法即時的被照顧 不論是我自己 還是我身邊的朋友 沒有遠距離成功過的 真的假的 真的不行 沒有辦法 人會孤單 寂寞覺得冷 假如你現在跟另一半交往得很好 可是你真的因為 有一個很好的發展計畫 要去國外兩年 你就是嘴段的 其實戴訓蠻浪漫的 可是他可能沒辦法去啊 才會產生這種問題 當然還是會去 可是可能在中間的過程中 就會在某一天就 唉那個 我們兩個這最近 還是要分這樣子 對啊 會分的這個機率太高了 兩人都有工作 你不可能每天都一直聯絡 可是不是會有人遠距離 就是每天玩視訊什麼的 夠 如果大家到國外 然後你的時差就不一樣 然後各自一忙起來有時候 其實是會斷訊是真的 就是會失去聯絡 而且其實出國的人 通常都會玩開 因為就會覺得 哇好美世界好好玩喔 然後 那我真的是聽過蠻多的 我是覺得兩年真的 太長 因為特別是他就是出國讀書 那你會發現他可能 他身邊的人 都開始不認識 然後你身邊的人 他也開始不認識 我覺得你們兩個會見心見言 而且又在讀書的時候 價值觀最容易被改變的時候 就算你們撐過兩年回來 我覺得可能也很快就會分手 兩個人的世界開始漸漸不移 變成新的難關要去做 這個時候你說兩年太久 但是如果我真的交往一個對象 我是以20年為單位 你買保險喔 我才不會因為兩年 然後放棄一個20年 譬如說這次我生病了 我可以摳朋友來啊 朋友也可以照顧我 那真的跟買保險蠻像 因為他那個約是20年而已 這兩年只是停腳而已 如果你繼續繳滿20年 他就中間暴障了 這兩年還停腳 然後你可以去別家試一下嗎 啊 20年的長約 我們中間想違約 對啊 我想買習慌 有沒有 你們這些人的業務好頭痛 你被說服了嗎 沒有沒有 我還是沒有被說服 因為你就是要抱持著一個相信 然後一份愛的信念 你就相信你們可以走得很長久 所以那兩年不算什麼 抱持著這種長大的愛投下去 他到時候受的傷害又更大 可是我覺得我要講一下 身為一個職業的綠光戰警 我有兩段眼距離 結局都是 Green Man Turn 你知道離開之後 其實這樣都是 永吻 然後抱 然後到時候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一定要維持這個關係 每天要視訊 然後絕對不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可是實際上真的分開 那三天兩天 大吵一小吵 時間很難對上 你跟他做事情的時候 你未必跟他立刻聯繫的 然後你開始跟他講 我現在親認識的幾個朋友 其實他也不認識 話題會聊不上 是不是原距離也不一定要 每天都要視訊 傳簡訊 每個人都還是有各自的空間 那你覺得幾天聯絡一次可以 最多就是說 30天 30天真的可以 我覺得跟感情價值觀有差 你剛剛那個預設 其實就是說 一定要黏在一起 每天黏 我其實不知道比例有多少 但的確有聽過 有些女生是覺得 我們要各自保有空間 是OK的 我不需要時時刻二知道 你現在在幹嘛 你在哪裡 我覺得你的觀念是比較像 就是我們正常成年人 大家各有各的事情 本來就要各自的生活 可是我可不可以問你一個問題 男人真的可以給很多空間嗎 你看男生 你說男人值不值得被給空間 我跟你講 兩個禮拜沒聯絡 他好沒差耶 兩個禮拜沒聯絡 就會感覺變得很像單身 我覺得你的那個感情觀沒有不好 但是我也很擔心你遇到佳男 嗯 他又遇到 已經嗎 這是可以說的嗎 很容易遇到佳男 等一下你等一下是一個爬山的時候 跟我說 想聽嗎 其實你的意思就是要測試嗎 對啊就是看考驗你們的感情 有沒有辦法找到最後 這兩年你也可以去找他 哦對啦 疫情 這時候就是患難見真情 隔離的時候他會不會來照顧你 可是他有經濟上的問題啊 比如說他在歐洲 我怎麼可能三步出去找 如果我在台南都要考慮一下 太浪了吧 高鐵票都不買 可是我覺得你剛才題目講的是 女生想分手 男生在思考 可是如果你另外一半都想分了 那就分了 另外一半想分了 而且他要走了 你哪空是為了他幹嘛 那時候出了什麼事他也可以說 我當初就說要分手啦 對啊 對啊 如果對方已經想要分 那我大概也不會太健身 雖然我會玩留看看 但是如果他的態度表明 他是要分開 那就覺得 對方也沒有想要做什麼努力 這題的結論是 我們要去爬山 你們要去爬山 不然他好 哇哦 你們也可以約泡溫泉 就是那陽明山上面有這種溫泉 那這題的結論呢就是 如果對方已經沒有想要努力的感覺了 就分一分吧 對 Q小姐最近因為工作關係和男同事有密切往來 前陣子發現男同事有在追求自己 雖然對於男同事的追求不排斥也有在考慮 但對於辦公室戀情還是有點顧慮 所以遲遲沒有給出回應 請問陪審團 你們能接受辦公室戀情嗎 太快舉了啦 沒有那麼飢渴是不是 321 怎麼你覺得不行 跟你談戀愛真的很累耶 好多限制喔 正在這個不用不要放了 你不要自己把我這句剪掉 我覺得很棒耶 辦公室戀情你們兩個如果是不同單位 我們還可以自肥 按字丟給你 然後你幫我弄一下 你幫我卡門一下 如果他是會計還可以再幫你拖家裡 不行吧 不行吧 錯誤示範錯誤示範 我們來聽比較正確的方法 就是很期待在茶水間遇到 就可以偷偷這樣 沒來演去一下 好浪漫 那你在那個辦公室 假如是主管 他就進去報告這樣 哇塞 喜歡嗎 刺激 好像還可以寫紙條 如果他可能突然去跟女同事說話 然後叫得很開心我可能就會 因為我看到那個畫面 即使沒有怎樣 我其實會心裡會覺得很不開心 有可能有女同事去找你男友 然後就這樣子 穿在她桌子旁邊有沒有 然後那個穿著比較低胸在跟她講話 你在旁邊就 辦公室戀情是要隱藏下來的 但我也覺得為什麼不能公開 要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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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隱藏 為什麼 公開就不用想那麼多了啦 支持的前提是都不講 沒拉臉去偷偷幫我報仗 這些事情都不講 我那些當然不能講 那我還是能說她是我女朋友吧 公開的話你就 不行公開我覺得不行 我也覺得不行公開 也不能喔 八卦跟畢案問題 可以不要一直往畢案那邊想 你這個人以後絕對不能去重振 大家如果看到她重振不要投她 我的個性是屬於那種 愛一個月是一個月 愛三年是三年 所以我還是支持的 所以你每次都還是支持 沒有人變票 那你要想不止插睡間 還有印表機 什麼啦 等一下印出奇怪的東西 那這題的結論誰要幫我下 我可以下嗎 可以啊給你 不止有插睡間 還有印表機 好最後來好好宣傳一下這次的新專輯 哈囉我也發現了我的新專輯叫做畫畫 畫圖的畫對畫的畫 然後這個專輯裡面總共十首歌曲 都是我的創作友 跟一些很優秀的創作人一起合作 裡面其實有一首歌 是我的第一個主打歌叫做 邀請了姚果真導演來指導我的MV 然後這首歌可以很簡單的唱 你要叫我們唱嗎 對 好好好啊 我拋下了所有的沉默 房間盡頭只剩誰和我 微弱的光在角落 提醒頭我 保護著缺氧的我 我拋下了陰性的上篷 誰的臉孔還依然更紅 喚醒生修的花朵 輕輕撫摸 此刻是綻放的我 拋下我 一起 我拋下我 在哪裡簡單 在哪裡簡單 很好聽 謝謝 好好聽喔 現場直接來的 好如果想要知道我的相關的詳細資訊的話 可以上我的官方網站 然後我的名字叫做 柯銘軒木可柯 同心為名的名 薰衣草的薰 謝謝柯銘 好那今天的波波陪神團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有任何想法歡迎在留言區跟我們分享 下次見囉 掰掰 你不是有跟樹講話過嗎 你怎麼知道 他們剛說的 那樹說什麼 他會在你需要的時候給你需要的語言 你有在你需要的時候被他幫助過嗎 有耶 多數的植物都有他們的溝通的方式 然後也有他們的喜好 會真的講一整句完整的 就是比較有靈性的樹 例如說我有時候也會感覺這仙人長度喜歡被摸 或是他們的情緒好不好 好棒喔 還不開心 那個盆栽帽拿過來 那假的 那假的喔 所以你有被他們打氣過嗎 他們會無形之中就給我一些幫助 而且我還因為這樣寫了一首歌 叫什麼 榮樹爺爺 我跟榮樹爺爺 我跟榮樹爺有個源源有個故事 然後他也因為這樣我寫了這首歌 喔 很酷耶 還是你有吃那個植物果實 蛤 沒有啊海賊王 還在看海賊王 還在看海賊王